7月4號是美國的國慶 修復華盛頓舉行各種的慶祝活動 美國總統川普也在白宮 舉行了野餐會 宴請軍人的家屬 並且發表演說 7月4號是美國獨立紀念日 也是美國國慶日 總統川普與妻子梅蘭尼亞 在白宮舉辦軍人家庭日 感謝他們對國家的貢獻 但也不忘稱讚自己的政績 川普會這麼有自信不是沒有原因 他在推特上貼出一段影片 被認為挑釁意味十足 這段影片是德州達拉斯第一競信會合唱團 一號在華府甘乃迪中心自由集會 慶祝美國國慶的演唱 充滿濃濃的愛國氣氛 川普也深受感動 但教會歌曲以川普競選口號為基礎 也被質疑有為宗教中立 近來川普與媒體隔空交火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屢屢成為攻擊對象 但最新民調顯示民眾對CNN的信任度50% 比總統川普43%還高 但背後由時鐘支持者立挺 也難怪川普能夠繼續自我感覺良好 環運新聞綜合報